未来严实点 一定要有一个基地 来修软这些病患 因为我看到 现有的医学 很多重大疾病是无法阻力 甚至在西医方面 他们也宣判很多病 是不大能治疗的 因为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 包括我早上来看这里 天看你也说过 他刚开始要成立的时候 他自己一个发心要做淹湿点 但是没有人来给他治疗 他苦苦等了很久 就只有一两个 最后也因为做了一两个 而有效 人家就口耳相传 慢慢才 人才慢慢聚容过来 然后善的力量 就开始聚集过来 包括很多患者变成志工 还有感召到很多其他地方的志工 也来帮忙 才会有今天的成绩 所以我看到这一切 只有一个感觉 只有一个感觉 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 也许点在学也不容易 但是要落实也不容易 包括志工要有很大的爱心 还有患者本身因为他已经如果受损严重 他也本身要有很大的耐心来背 如果两者没有同时互相 该付出的没有付出 那该患者该等待的 不要等待 甚至还有忧疑 那以后要把这件事情做完成 就更困难 那我那个基地的概念就是 希望让这 在医学界得不到好治疗的人 也就是甚至是绝望者 他们有一个可以得到希望的地方 可以有一个依靠的地方 那这个基地就是做一些 人家做不好的 你过来我帮你做 人家不收留的患者 你过来我帮你收留 如果照这一个角度来看 这个基地已经很接近 我当时候所想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对天安妮 这样的努力的过程 还有今天的成就 我只能说 以极高的肯定 那今天特地会来就是因为很多人说他做得很好 那结果我今天来了感觉听到还不如自己看到 我看到的更感动 我刚刚看下面这些很多重品 事实上他们也折成了很久 有些甚至到处已经都没办法才跑到这里来 这个我也看到 那这里的做法 我刚刚也仔细在观察 跟我讲的也很趋于一致 也就是 理论他们已经落实到病人身上 所以你们真的是找到一个好地方 我的感觉真正爱原始点的人 他绝对是无私付出 然后也是真的让做到让人家口耳相传 又感动的人 那我觉得这个地方给我感觉是这样的 所以你们是来对地方的 来这个地方是温暖的 那我看他们的志工都是无私在付出 那我看了真的有很感动 我看到病患能够在这里 是一个最好的希望 因为康复它是一条漫长的路 如果没有志工的付出 跟无私的爱心 他们不容易恢复 但我看到很多都 都能够一步一步站起来 那我已经看到背后你们种种的付出了 所以我是感动的 我这一次来 我来国内有一种感觉 国内就是讲的太多 一般都在谈培训种种的 做的人太少 但是原始点的精神 反而刚好相反 原始点的精神是要怎么样 做出来的 跟一般的讲课的 外面半般的 不管是任何的 方式绝对不一样 一定要做到让人家感动 我今天带陈经理跟Luna来 为什么我那么爱惜他们 我甚至尊敬他们 为什么 他们就是干出来的 他们平常 我也去旧金山 他们的志工完全 你看到什么需要做 他们就去做 不需要人家讲 这里也类似 就是要有这样的团队 才有办法承担重病患者 这一个重则大概 那国内的我看田爱明 应该是数一数二了 也就是这样能够大量接受患者 我看到的 目前我看到的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我这么肯定你们团队 所以你看你们做到患者感动 那原始点的发展 一定是在落实上 而不是在口头上 这是我看好他的未来 也是在这里 所以今天有几个在说未来 要做公益 那就是以这样的榜样为榜样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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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参写你们 好 好 这里就像我的家 辛苦了 老师再见 好 老师再见 谢谢 老师再见